好谢谢 那所以第一个问题 主要是关于元宇宙这个概念 以及它跟目前的网际网路的关系 对 我想我自己不会特别去区分说 它算是元宇宙还是不是元宇宙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它是一个渐进式的一个情况 那到最理想的状态下 我所谓的多元宇宙 那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把旁边的实境 好比像说我现在在哪里 或者是我旁边的光线声音等等 都可以分享给在不同的时区的任何地方的人 都能够加入到我的这个现实里面来 或者是我进入到它的现实里面去 那这个是所谓的共同在场 那到那个时候就是 真正意义上所谓的多元宇宙 每一个人旁边的小宇宙 都可以不受空间时间的限制分享出去 可是大家都知道说到这个程度 还要蛮久的时间 那特别是我们目前网络的频宽 也不一定能够支持到这个程度 那我们说把一个人所在的地方 所有旁边的环境的情况 全部都捕捉下来的这个录音录影 或者其他的捕捉设备 也都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号称是 就是元宇宙的 基本上就是一个小小的片段而已 每个人用一个可能像一个可爱的娃娃那样子的分身 在讨论 但是其实面部的表情什么都是没有正确的反映到的 或者是说有一些基本的手势 但是其实就只有主要的关节带进去了 其他的也都是没有带到的等等 所以都可以说是共同在场的一个模拟而已 那这个模拟当然就有精细跟粗略的差别 那但是我不会说 好像到某个程度把它叫做元宇宙 那在此之前都只是叫做3D游戏而已 这条线是没有办法来划分的 希望我回答到这个 了解 不好意思你现在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啊没问题 可以哦 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么在他们现在目前 就是未来就是可能的元宇宙的 这个体验跟资源可能会有哪一些 但是那就没有什么差别了 因为我们讲的只是说 它是往共同在场的方向的空间而已 但是这个共同在场既然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达成 那所以它能够使用的应用就是现在的这些应用 如果有玩过Minecraft的话 应该了解到说我们在里面的分身 当然没有什么精细程度可言 但是就算是没有精细程度可言 大家还是可以在里面去试着安排自己的环境啊 光线啊声音啊 刚刚讲到的一些相处的方式啊等等 那这个我想很多青少年加Minecraft的伺服器 已经比我们都更有经验了 那所以就想象成类似那样子的东西 大概就差不多 那Minecraft还有一个好处 我觉得它有点像Podcast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很轻松的自己架一个当作战长 那也可以很容易的安排上面的内容跟互动的方法 那所以另外我比较常强调多元宇宙的多元的意思 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透过一些方式来安排跟其他人互动的方法 而不是说好像被收纳进某些固定的大的平台里面 它要你怎么样互动才能够怎么样互动啊 那在学习的那一端的话呢 那青少年他未来在这个元宇宙里面 您觉得他可以如何来进行他的学习之旅 就是比如说他是要怎么样准备学习 学习如何学习 还有跟他人一起学习 对就像刚刚讲的就是就好像你可以学习怎么样准备一场派对 怎么样收拾自己的不管是房间那有人来做客或者是客厅 或者是在学校大家一起办一场活动等等 怎么样子安排空间怎么样子去期待跟你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互动等等 本来就是我们所谓互动达到共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我们现在在网络空间里面只是把这个换成是 可能人不是在同一个物理上的地方 但是至少有认同共同的 怎么讲就聚焦大家的注意力的地方 也就是说只要大家觉得某件事情值得做 那值得花时间在一起 那不管是透过我们现在这种二位平面的方式 还是透过比较立体的 透过大家的avatar分身的方式 那我觉得他的概念都跟我们在实体世界安排一场毕业旅行 安排一场出游 并没有什么差别 那唯一的差别可能就是你比较不受物理限制的限制 比较只受平宽的限制而已 所以你能够想象的空间会更大 好 谢谢郑伟 那接下来是国真的提问 好 OK 谢谢郑伟 那我刚才听了郑伟的分享之后 其实元宇宙跟真实的世界里面 我想最大的差异是 他把所有在感官世界里面物理化的条件 物理性的条件转化成为数位的条件 所以他在时空的限制上面 不受物理性的限制 那他所创造的世界呢 他有更多发展的可能性 那我自己在想说 我们在面对改变有两种态度 一种态度就是被动接受 好吧 你发展一套很棒的软体 你做了一套很棒的游戏 我就进去玩就好了 那这是一种态度 他在元宇宙的改变底下呢 是一种被动接受 那有另外一种态度呢 是我们参与改变 甚至我们在改变的过程里面呢 就参与创造 那元宇宙现在看起来是大人的事情 就是这整个从基础系统上面的建制 很多基础工程上面的建制 都来自于大人所规划出来的结果 那可是将来使用的是孩子 那孩子将来想要在元宇宙里面 他现在可以为自己做什么准备 那你觉得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正在发生的改变 尤其是元宇宙啊 是现在孩子可以 或者是你鼓励孩子拥有的 可是我觉得这个前提我不那么同意 现在所谓的元宇宙概念的平台 不管是Roblox啊 或者是Minecraft啊 可能大部分都是青少年啊 或者是至少是最多是青年啊 在营造里面的内容 在当上面的站长等等 有点像我12岁的时候 大部分自己会嫁BBS的 大概也就是十几二十岁的人 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们并没有觉得是好像什么 大人准备给青少年 好像没有这种事情 那如果是孩子 他现在要参与这个改变呢 你觉得什么样的态度 是你鼓励孩子拥有的 对那所以我觉得就顺着这个 就是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小孩 现在只要他有平板呢 只要有连的上网系网路 其实对于这种共创是不陌生的嘛 不管是说就是要交功课了 赶快到维基百科稍微抄一下 或者是说到这个开放街图上面 去编辑这个自己家里附近的东西 这样以后宝可梦比较抓得到 等等的这种 其实并不是大家陌生的体验 这种共创本来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那所以我会觉得就是透过游戏的方式 那我自己在教学现场碰到的 其实主要就是大人觉得小孩 都是沉迷于游戏 然后不知道游戏有什么意义等等 反而是大人自己感到困惑 我很少碰到小孩自己有什么困惑的 另外我这边想要问的是 的确像我儿子自己在玩Minecraft的时候 他其实创造的世界是让我很惊讶 很惊艳 然后他跟同学其实也做了非常多合作的事情 在元宇宙里面 他是不是相对于过去的环境底下 还是更容易去发挥他自己的天赋呢 要看他的天赋是什么状态吧 好比像说如果他的天赋主要是肢体的 好比像说打橄榄球什么的厉害 那这个目前元宇宙的装备还没有办法容许他 完整的在元宇宙里面 就是完整的发挥这件事情 那可能打乒乓球也许射箭 现在可以了 但是橄榄球有困难 所以就是完全看他的天赋之所在 那些容易数位化的 那就比较容易进去 那如果还没有办法那么快数位化的 可能就要等条件 好所以如果从郑伟刚才所说的话 元宇宙实际上他正在一个发展发生的过程 现在他并不是那么复杂 但是从孩子的生活里面 他的经验已经是可以对接到元宇宙接近的 那另外一个是元宇宙里面 现在很多家长很担心的是 像刚才您谈到的 家长担心孩子玩电动玩具 但是在这种虚拟环境底下 不管是AR或VR 他有更强的硬润的这种体验 那对于家长 你要如何去跟他们说明 其实这样子的体验 跟孩子上瘾或者孩子失去了 他自己在学习上的动机 是没有关系的 应该这样讲 就是上瘾他的结果是 像我们在场的大概都是对知识 或就是阅读有点上瘾的 这个事实上是这样子 就是好书看到一半把书抢下来 大家都会很不舒服 浑身不对劲 所以我就说 事实上这是成瘾的情况 但是为什么我们社会不反对 反而还鼓励这样子的成瘾 当然是因为它是亲社会的 就是它最后对社会有益 但是我觉得很多家长 他比较困惑的是说 如果是小孩看所谓的课外书 那家长多少还是有亲朋好友的网络 能够知道说他看哪些书 所谓的课外书可能对学习有帮助 可能对未来对社会贡献有帮助等等 那他看哪些书 大家可能看封面就知道说 这个可能有点浪费时间等等 所以说这是在他的判断力的范围里面的 但是今天小孩说 我到这个Minecraft世界 到那个Minecraft世界 到这个Roblox世界等等 那因为小孩的这个体验 在家长同样年纪的时候 家长是没有的 看书的话 你同样年纪的时候 你是可以想象 可以外推的 对 但因为这个没才是新的 那所以家长就没有办法外推 那这个时候就产生一种焦虑感 所以我觉得解决这个焦虑感 唯一的方式就是自己也进去玩 这没有什么别的方法 就是你也要第一手的体验 有了第一手体验你才能够有所谓的品位 那有了品位你才能跟小孩分享你的品位 的确我也跟孩子在玩PS5 对啊 就是这样 那最后有一个问题就是 原宇宙会对真实的世界带来什么改变 当然现在在讨论上面是非常的多 那在您的观点底下 原宇宙的发展对真实世界里面会带来的改变是什么 我觉得大概两个吧 一个是说它会让我们对邻居的感觉 特地的改变 以前邻居就是固定的那些人 跟你的物理距离比较近的人 那比较能够有时间相处等等 那但是在国外 为什么原宇宙这个概念 这近来比较新奇 就是因为他们就关在家里 不像我们这边关的是有固定的天数的 像我正在关一天的第二天 那因为从国外回来 对 那但是很多国外 它是七天之后又七天又七天 不知道要关多久 那所以在就是过去的两年多里面 大概就有一种说 好像我在网绩网路上面 不管是凭着听觉 凭着视觉 凭着AR 碰到的这些志同道合的人 反而才是邻居 那我本来的邻居 我反而完全碰不到了 那所以才会有这种 好像想象的共同体突然变真实 而且大家花很多力气 想要让它变得越来越真实 那但是在台湾 我们比较没有感觉到这么强烈的 这种好像驱破性质的 就是像Clubhouse在这边 也是大家常先玩了 就散掉了 但是并没有一个 大家都关在家里 所以你飞上去不可 的这个所谓刚性需求的存在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觉得这是我要讲第二点 就是不会是像国外这阵子那样 好像就是你必须要有一群新的邻居 因为你本来的邻居都碰不到 台湾并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对我们来讲 很可能是它是一种辅助性质的 就是说那我们在课堂上互动 但是确实有些人 也许刚好在家里 什么三加四什么之类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透过某些方式 还是把它们能够寒扩进来 或者是说在两个或以上的 不同的学习的空间里面 那我们把这个空间把它缝起来 但是两边都还是在学习空间里 而不是在自己家里等等 我们有很多这种双试教学 等等的应用方式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并没有封城 两年多来没有封城过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 对于所谓元宇宙的用法 很可能是后面的这种 比较辅助性质 是 谢谢 我这边这是一个回馈 我觉得刚才听委员所说的结果 会让我想到英国的动物行为学家 莫里斯 他的人类动物园里面谈到过 人的真正聚落 并不是他所生活的环境 而是他的电话簿里面的连结 对 没错 以前是所谓弱连结 所谓多元宇宙的想法 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安排 要把哪些弱连结升级成为比较强的连结 是 好 谢谢 以上就是我的提问 是 谢谢 谢谢 好 接下来换我这样子 那我也会对大家来做一些收容 那我是亲子天下的同书总编辑心境 那我想就是有一些地方刚刚就是我先帮那个 每个人的提问里面还有一个有关自我认同的这一块 刚刚好像没有特别提 没关系我可以帮他提一下这样子 然后我们最后会来接一下有关在元宇宙里面的人际关系 那我跟国真一样 我们都刚好有一个孩子是今年是国中生 然后另外一个孩子是今年在读小五这样子 那我就觉得说孩子到了国中阶段的时候 他跟国小阶段真的是差异蛮大的 然后他们在他们这段时间刚好是在建立一个自我认同的一个重要阶段 那我也我也非常认同正伪 我觉得元宇宙这一块 他其实在台湾目前来看起来发酵比较有限 他比较像是一个流行的名词这样子 那对孩子来讲他们比较熟悉的 我个人会认为说元宇宙是他们的网络环境当中的其中一块 因为也不是每个小孩都买款这样子的 那可是他们其实真的是在网络世界里面有一套建构自我的一个方式这样子 那元宇宙里面的我跟现实生活里面的我可能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譬如说他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观 然后一套逻辑的一些原则这样子 那这些不同因为我觉得郑文您对这一块观察非常久这样子 您自己也是在等于网络的环境当中学习长大的 那您觉得就是说在网络环境的这些不同不只是元宇宙 他可能在青少年在建立自我认同的这个阶段里面 他可能可以扮演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辅助性的重要性 或者是说帮他实现一些什么的这样子 对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他提供比较安全的空间 比较安全的空间 对去做我们说社会创新 就是试试看新的不同的社会安排互动的可能性 那这个在实体世界里面任何人要做社会创新必须要付出一些成本了 必须要付出一些时间心理去说服旁边被影响到 但是他实在不想加入你的创新的人说这个创新跟他的关联是什么 让他至少不要干扰到你的创新嘛 我想到的是那个林薇啊 我们之前访谈的时候 他说他想要推广一个创新就是在任何的就是盖息室啊 任何的学校都可以放就是免费的好像卫生纸一样放生理用品嘛 那但是他们第一次试这个创新的时候 就被很好心的这个清洁人员就直接整包拿到事物招领去了 所以他们这个创新就没有办法达成 那大概我想不是恶意的啦 就是觉得有谁的东西不小心放哪里了 对不对 那所以他就至少必须要去说服他所在的那些学校的机构的管理人员说 你就让我试试看嘛 Why not 就算失败会怎样呢 等等但那个是需要付出一些沟通上面的成本 但是如果他现在是要是就是在所谓的元宇宙或者说互动游戏的情境里面 去试不同的社会上面的安排的话 那其实是非常容易的 就像你说的就是创新的角色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那你要试着在某一个互动的场域里面试一套不同的社会安排 这也是很容易的事情啊 那这个时候因为是愿者上钩嘛 就是愿意接受这一套的方法 像我们之前在我有玩过一阵子second life的时候 那很多second life里面的空间 它就是为了要试某种不同的社会的新的安排而提供的 那你踏进去你本来就假设你是了解这件事情的 所以大家就比较容易在这个过程里面去找到说 我自己觉得舒服的跟其他别人相处的方式是什么 那这样子反正就是也不可能造成真正意义上社会性死亡 最多就那个角色死亡而已 那所以就是付出来的代价比起现实世界是小得多 比较安全 了解 这让我回应 让我回应起来就是说 我们在当初在设计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在讨论这个题目的时候 曾经有在想说 可以把现实生活搬到虚拟世界 因为我们这一个每一次的封面主题 它其实是希望有一个提问这样子 一个代表青少年的提问 然后后来呢 我把这个题目拿去跟某个就是厂新的这个实验学校的那个下场谈了以后 他就说不会不会我们青少年不是这样问的 我们青少年最想知道的是如何把虚拟世界搬到现实生活 如何落实啊 对对对对他们不会想知道现实人生要怎么搬到虚拟世界 那他们反而想要到想想的是实践这件事情 那这个部分呢我也想来问一下就是 郑伟您对这个方面的看法这样子 对啊 像我们在线上的互动的游戏里面 那大家都常常觉得说 好像他的规则的设定是所谓的imbalance 就是不平衡嘛 那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种讲法 很多就是因为知道这些参数都是可以调整的 你不管是把就是某一个参数调高一点 或者是调低一点 就是就是buff或者nerve一点 那其实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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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就是看到不公平 那我想到新的更公平的方法 我自己开个空间展示给大家看 大家都同意这一套做法不错 所谓fork分支出去 那但是是所谓soft fork 就是分支出去之后 大家觉得这套真的不错 那游戏下个版本就更新了 就是把你所想象出来的这一套修改方法 一个mod把它整并进去 那这个在数位世界里面是非常自然的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数位就是不止一位嘛 可以同时有非常多个数十位数百位 各个不同的空间的安排的角色 但是现实世界因为物理原因的关系 所以常常某个空间就只能有一组安排他的人 而不是说好像你很容易就复制出去 然后是一套更好的方法再合并回来这样 那我所以我会觉得 我是觉得蛮好的 就是如果大家的感受上面都是路见不平 把他想出可以想出一套更好的社会安排 那这个对我们鼓励社会创新绝对是一件好事 那也可以让大家集结起来 那在网络上面大家愿意分担掉这个社会成本 那像美珍知道吗 我们之前在做蒙点这个专案的时候 就是约好了非常非常多人一起来 对教育部进行一个公民不服从的活动 就是不管他的版权所有翻译必就 我们就把那个字典自己来用 但是因为是事前在网络上已经约好的 所以我们也相当有信心 就是教育部不可能一次得罪所有台湾 主要的软体或硬体的厂商的员工 那这个在网络上面先集结 那凝聚明确的诉求 那在现实时间里面再造成改变 还是需要负担成本 但是至少不是集中在个体上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网络对于现实的一个好处 我觉得这个很明确也 不过我倒是有一点点担心 因为您刚刚提的那些例子 他譬如说蒙点的例子 他比较是一群成年人在处理 是吧 对 那因为我觉得现在的青少年 青少年不管怎么样 他还是有一些特质 也就是他网络能力再好 譬如说他的冲动控制可能比较差 我讲的是一个刻板印象 也许有人很小就很成熟 然后他的那个 呃 他的人际 对于很多人际的相处 他可能不是像成人那么的 嗯 我还是用成熟 虽然这样子有点 呃 不是 就是说他在网络世界很容易实现的一些事情 或是或是建立的关系哦 他其实在呃 现实生活当中呃 会不会呃 产生更更 嗯 因为因为那一块未来元宇宙发展 或是多元宇宙发展 当他越来越 越来越成熟的时候 他可能在那边更容易成就这样子 嗯 可是他他在日常里面 他可能还是在现实中社会 现实的世界当中 他必定会存在一些落差这样子 那我我只是在想说他这个方面的调试 他你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这样子哦 因为到时候我觉得他就未来可能会分不太清楚说哪一边才是他的真实人生这样 或者是说这其实也不重要这样 嗯 我想蒙田的开发的过程有很多小孩的 不是说只有大人而已 因为他们毕竟是第一线的使用者 那也都有很多想法 那但是当然像你看GTV教育相关的专案 当然都有一些十三四岁的人 但是你说是不是全部由他们主导 确实不是很多都是二三十岁的以上的 在负责就是比较稳定的部分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代际之间的的协作 他本来就是越年轻的他越有新的方向 那越年长的他越有现有的资源 那也就是说一个是向量一个是能量嘛 那你这两个加在一起才能够真正做出社会改变来 所以我讲的当然不是说一群这个十五六岁的人 这个在线上那完全不管大人 然后哪天决定要占领教育部 然后逼着课纲要改变 不对好像真的有发生 那但是就是说我讲的不是只是这种的状况 而是说就是他看到了一个改变的方向 那因为他没有所谓的社会化 所以他才想象得到这些改变的方向 那他也可能有一些自己的坚持 好比像说Greta这个打死不坐飞机嘛 那但是他有自己的坚持不一定是坏事 因为就有很多 其实自己也觉得我不坐飞机比较好 但是没有办法有那么强烈道德勇气的大人 受到他的感召嘛 那就会有整个社会活动就从这边开始发生 那大家就礼拜五都不上学去接上上课之类之类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是说好像一个英雄人物那样子说 你一定要是十几岁才能够领导这种气候巴克 当然不是这种意思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在所谓的元宇宙里面 本来就比较放下对于年龄的执着 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创造角色 所以其实你也不知道那个角色 宣称他是20岁他是不是真的20岁 宣称他是14岁他到底是不是14岁 那所以在上面大家就可以比较打破 就是年纪之间的您刚刚讲到的刻板印象 如果这个人他觉得他冲动工智很好 他是一个白发苍苍的一个什么白袍巫师什么东西的 那这个他也可以创造出这样子的角色 而且现在你根本没办法知道他是不是才9岁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他可以去提早的去试试看说 他对自己的社会期待 首先是不是别人看起来也是这样 那以及当他试着要达成改变的时候 他不会因为别人的刻板印象 而没有办法跟志同道合 想要做到同样改变的人结盟 但是确实我并没有认为改变一定就是好的 我刚刚讲到安全空间主要就是说 把改变里面其实是会造成不好的结果 造成其他人的负担 这个改变根本就是坏主义等等的 这个在线上这种他的后座力比较小 他的外部性虽然有负面的 但是比较不会波及到 就是无可挽回的 就像刚刚讲到就是你的整个空间 这个一把火烧了那就一把火烧了吧 但是在现实社会一把火烧了那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所以就是说他的社会代价小的情况下 他把那个坏主义都试过 那慢慢的就可以找出一些比较适合落实的好主义 所以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在看这件事 那我刚刚问到的那个有关人际关系跟互动 因为我们在网络上其实很容易 因为你的开创的一个世界 愿意加入的人某种程度已经认同你的 你的你的诉求 或是跟你有某种程度的共通性这样子 那那在现实当生 可是他平常的日常里面 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去脱离在现真实生活 生殖生活的这一块 那对于一个青少年来讲 他要怎么去维持一个在线上线下人际关系的一个平衡 这样子 当然一方面是说你在线上交的朋友 未必在现实就见不到 那现在当然搭飞机好像就非得先重点数不可了 不然好像道德上有问题 但是就是希望了 以后慢慢能源进步等等 大家还是觉得说 那我可以在碳中恒的情况下 还是去国际上面去看看网友 那我觉得这个还是不能够抹灭他的重要性 因为像我自己当年出国环游世界的时候 每个人都是我现在线上认识的 如果没有现在线上认识这些人 我根本不知道去那些地方要找谁 所以就是你要把线上看作是 之后线下的新的关系的开启的一个预言 我觉得是比较好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 你说他没有办法摆脱吗 可是事实上是可以摆脱啊 就是我们在这两年其他地方封城 我们就看到说真的就摆脱了 所以你说无法摆脱你的邻居 但是人家就已经给你看成这两年 摆脱邻居 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不觉得不能摆脱 现在是实际上明明就是可以摆脱啊 嗯嗯嗯嗯嗯嗯了解 那呃您我也想了解一下就是说呃未来的话 你会觉得就是说呃刚刚您一直在提到多元宇宙这一块哦 那我其实会觉得这个想象空间非常的大哦 其实我很好奇 您预设的多元宇宙 到底是未来原宇宙 是真实世界的延展 或者是说真实世界 才是原宇宙的延展 都可以 我如果有一个特定的比例 那就不是多元宇宙 就是我的单元宇宙 我一个人说了算的宇宙 但是为什么我说是多元 就是每个人是按照自己 comfortable的方式 那我举例好比像说 像如果你今天要到一个 你完全陌生的一个社会 你也不会那边的语言的话 那对你来讲 这个AR就非常有帮助 因为你只要带着一些AR设备 那你可以别人讲话 立刻看到字幕什么之类的 就是你可以透过一定程度 上面把元宇宙带到身上 让你在现实社会里面 比较容易去融入 但是当你到最后 掌握了那个文化之后 说不定这些AR设备对你是累赘 也未可知 那但是就是每个人在每个阶段 他需要辅助的程度不同 而这个也不是说 好像某些人就是要辅助 他身心障碍 有些人就是不要辅助 因为我们就是在陌生的环境 或者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况的时候 其实每个人都需要辅助 所以我想多元宇宙的概念 就是按照我们所谓 empower people closest to the pain 就是你实际上痛点在何处 是科技来配合你 而不是你去配合那个科技 这样子的安排 嗯嗯嗯嗯嗯 了解 哎那我想请教一下后 就是说呃这个是可能跟您 您会回到您自身 大家都知道您在那个就是等 等于其实是一路在线上世界里面学习的 这样子哦 然后我只在想说 哎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你刚刚也有您刚刚也有提到很多 呃您比如说在second life啊 或者是说一些游戏软体 感觉上您很多都试过很多元宇宙这样子 那我想请您分享一下 您目前在元宇宙里面的生活这样 然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类似的提问 其实是如果您现在是青少年哦 那如果您现在也是一个15岁 13岁的青少年 你觉得目前的元宇宙的发展 可能会对你产生什么影响 或者是说你想在其中实现什么事这样子 呃对确实我玩像second life啊 或在此之前文字的那些mod啊 什么都是非常早啦 那high fidelity啊什么 几乎都是技术一出来我就有试用过了 那呃最近比较长是那个呃 我们有一个台湾这边的一个新创叫做xrspace 那那个因为很轻啦 所以带着是比较长时间也不会觉得好像头重重的这样子 那呃上次比较多花时间在里面是呃我有参加一个叫做7x7 7x7的这个艺术创作的活动 那这个活动里面我就是跟呃完全不在同一个地方 不在同一个时区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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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你在里面每只鱼游来游去 里面每个都是我在say it上面讲的话 那这个分散的鱼群 就是唐凤的分散式的意识 然后你可以跟他对话等等 反正很好玩的一个创作 那这个创作的过程 我们也有累积高峰经验 literally高峰经验 就是我们一起去马特洪峰 就是瑞士 那在那个上面 当然就不需要真的背东西了 我如果是真的怕什么 上不了那么高的 那但是也可以就是 有一种好像焕然一新的感觉 不受我们旁边的东西所约束 那我自己通常在这些地方的 一个坚持就是 我所在的这个情景 它多少还是要根植于 实际上的状态 所以不管是海底 马特洪峰 或者是国际太空站 它其实是真正有 其他人有过第一手经验的地方 那不是全部的凭空的幻想 那凭空的幻想 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好 那但是因为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是 人跟人之间的empathy嘛 就是同理 基于同样经历的同理 那如果是纯粹空想的的话 那比较有点像别人进入我的幻想的世界 这个比较不是我的兴趣啦 所以这是我自己目前的用法 但是你说我是不是有成瘾 或者是常常用 事实上没有啊 我才去Bella Gale去意大利回来 你如果给我选择的话 我当然是去就是Lekomo 那个真的跟一群朋友一起玩 然后绝对不会是在元宇宙里面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真实世界解析度 还是比较高呢 就像刚刚讲台湾并没有封城的问题嘛 嗯 了解 那如果您刚 如果您现在还是青少年的话 你觉得现在元宇宙发展会 会对过去的你 或是说现在的 或是怎么样 会你觉得你有可能你在里面 会尝试什么样子的改变这样子 有什么差别呢 就是我现在做的这些事 也没有哪些事 而一定要几岁才能做的嘛 所以我觉得差别不大了 你说如果我现在突然之间一脚醒来 变成青少年的话 那其实我在做的事还是相同 OK 了解 那我也想问您一点 就是说 目前呢 因为有些青少年 他对于这一个新构筑的宇宙 不是那么的熟悉 那但他们可能也充满着兴趣这样子 您有没有 当他们要进入这个新的想象的 或是体验这个新的完全不一样的 那个未来性的时候 您有没有什么 关于类似元宇宙的生活守则 或是如何在那边机制生活的tips 可以分享给他们 对但就像刚刚讲 所谓多元宇宙的多的意思 就是到最后规则是你自己安排的啦 所以有所谓的守则 那个都是所谓的 就是我自己经营的宇宙 然后你进来我这边 像客随主便嘛 客人要听主人的 那但是整个多元宇宙的安排的目的 就是要他自己跟他认识的人 觉得怎么样子互动好 那就安排怎么样子的互动 那其他人是不能说不行的 那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才是重点 我们在整个网路上 至少应该有20万个Minecraft的伺服器 那我大概不会一个一个跑去 跟这20万个说 你一定要遵守哪个规则 你才是这个合乎道理的 因为之所以可以加20万个伺服器 本来就是希望每个地方 有他自己的道理 有他自己的社会规则 所以大概就是可能性不止一种 数位就是不止一位 那这个是最基本的概念 是可以跟大家分享 了解 我这边差不多了 那美珍那边还没有什么 要再续问 我其实是想接着问 心静刚才那一题 就是讲到元宇宙的规则的事情 那郑伟觉得 就是之前您对于网络世界 网绩网络世界里面规则的诚信 其实您是有亲身经历过的 就是是一个大家需要参与 然后制定游戏规则 那您觉得元宇宙里面的游戏规则 也是慢慢这样子约定俗成的吗 还是它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对我想谢谢您刚强调网绩两个字 在有网绩网络之前也是有网络的嘛 那但是那个网络的规则的设定 就是区域网络的规则的设定 基本上是非常不平等的 就是有能力跑那个mainframe 或者是跑整套就是 那叫什么大型主机嘛 的那一个人说了算 那因为其他人跑都是端末而已嘛 那端末是对这个terminal 是对于规则没什么设定权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站场最大 或网管最大的这个情况 但网络网络则不是这样 任何人有数据机付得起电话费 那就可以打电话给别的数据机 那你就可以绕过大型主机 那自己来实行的互动的方法 那不管是在网络上面的新闻群组啊 或者送email啊或之类之类 好像突然之间都变成 想出更好的安排的方法的人 慢慢就受到大家的尊敬 而且就变成实质上的标准 而不是说谁手上有更多的运算资源 才能够去设定标准 它变成一个横向的 刚刚讲社会创新的形式 那所以我想多元宇宙也是一样的吧 就是如果大家觉得说 大家都非得进某个宇宙 那只有那个宇宙的规则的设定者 才算数的话 那这样子就会有一种 好像没有忘记只剩区域网络的这个情况 那这里面的规则制定者 可能也不一定是 大家现在一定都在想的 把公司都改名叫meta的 那家大公司 那也有可能是 也有可能是 好比像说一些比较专制或极权的政权 到最后就是只有它的 党的宇宙才是宇宙 其他都不是宇宙了 那这个也是事实上 我们正在看到的状况 所以就是它过度集中到 特定的私部门 或者是过度集中到特定的国家 我想都是 只剩网络而没有忘记的情况 都是对刚刚讲到的实际有需要的人 他自己安排可能性的这个自由 有所剥夺 所以我觉得至少我们如果目前的听众或观众 是台湾的小孩的话 那至少台湾就是在这个自由的宅郎上面 还没有碰壁 还是一个大家都可以自己有相当多的自由 而且比较不会因言获罪的这样子一个地方 所以就继续保持这样的可能性 而且也跟全世界比较在意这样子自由民主的朋友 尽量的多结盟 那让大家看到说 面对各种各样子的新的社会或环境 或经济的挑战 那我们在网络上面出现的这样子一套 就是协作的方式 也是可以有所贡献的话 那这样比较不会让大家对于民主 对于自由失望 然后反而觉得说 那我被关在笼子里好像也很安全 等等这种感觉比较不会出现 谢谢 其实是不是可以说 不好意思 没关系 我其实只是因为这个我们刚刚讲的一些规则 是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规则 就是说外部环境的规则的共创这样子 但是我们我原本想要提问的那个有关于那个规则 其实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说其实我我我应该是说我们想要了解的是 呃呃呃这会有没有对青少年使用上有一些提醒这样子 就是说譬如说呃他可以其实你你其实您刚刚有提到一些 但是我只是想说要让他归纳一下 比如说他可能可以 因为他有一些社会 其实我应该是说 他有没有一些使用上 他可以注意的一些地方 其实我们原本 我们想要 请教其实这个部分 好那就分享一个 就是认知心理学上的一个事实 就是即使是成年的人 他也是有neuroplasticity 就是神经可塑性 所以不要完全放弃你的上一代 不要放弃他们 那大家都是有教化的可能性 这个很实际 不是说好像你定型了 觉得说这个爸妈长辈 他就是受他的成长的方式决定 那只要你更愿意跟他分享 你实际在忘记网络上面的生活 那其实慢慢的 他们也是可以接受的 那我举例好比上说 我会跟我的 这应该是说侄子吗 就是常常一起玩一些 线上的游戏 那他因为从小就玩这个游戏 所以他叫我就是直接叫唐凤 就是我在游戏里面的handle是什么 他就这样子叫 那我阿嬷快90岁了 她一开始是不习惯的 在她的年代里面 就是要讲辈分的 那直呼长辈的名字 是不礼貌的一件事情 那但是因为我跟我阿嬷沟通很顺畅嘛 她就是想到什么就直接讲 那所以就会直接提醒我说 那这样子是不是小孩没大没小孩之类的 对那但是我就跟阿嬷说 因为在以前是小孩 她要等到她成年 她才能够开始参与规则设定 那所以就是所谓有耳无嘴啊 什么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了 那但是现在其实透过网际网路 其实别人也不知道她才8岁或9岁 那她想到更好的想法 她就能够传播出去 那这个时候如果她一定要 称呼其他人是长辈 一定要排备份 长辈发言完才能发言 那她的贡献就没有办法做出来了 所以是这个互动空间 本身没有备份的概念 或者总算有的话 那应该是你加入游戏的 什么时候加入 对不对 所以很多的所谓长辈 反而应该是小孩嘛 的情况就是她的算法 跟现实世界 我们习惯的备份的算法 是不一样的 那我这样子说明 几次之后 因为我阿嬷也可以接受 她不会再觉得是没大没小 所以就是如果就是连快90岁的 阿嬷都可以就是改变 这样子的社会创新的观点的话 那我觉得就是任何年纪了 都不要放弃希望这样子 所以可以说从三岁到90岁以上 三岁以下可能太早了 但是90岁以上也不是没有可能 应该这样 就是我们都可以在元宇宙里面 有自己的发言的空间 太棒了 这个结论好激励人心 感觉可以促成那个不同世代的交流 好 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到五点了 还有人有其他的问题吗 这边可能要先跟 秀三你那边 有没有什么想要不问那个 郑伟的 不是有要改高铁 先进 我这边 抱歉郑伟 我这边因为要改高铁了 所以我先 是是是 OK 好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国政老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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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好原本想要问的就是 郑伟对于感觉元宇宙来说 他就是一个大家都可以分享自己的东西 然后感觉大家上去都是可以当一个drifter一样 就是我这里看看那里看看 我想要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好像没有辈分可言 那对你来说那是一个乌托邦般的存在吗 嗯也不是一个是好 这就是多元宇宙的多的意思啊 嗯 就是说如果是一个的话 那势必对某些人的乌托邦对其他人是难以忍受的嘛 嗯 那但是 呃忘记网路的特色就是 当你发现现有的都难以忍受 那你就自己架个战就是了 那我觉得这种感觉 当然是要继续维持到这种共享现实多元宇宙的世界里面 那我我自己是还蛮看好这样的情况 嗯 所以其实元宇宙会不会他其实就是只是真实世界的其中一个part 嗯 就是当你拥有这些设备或者是你拥有 你可以进去那个地方的东西 你就你就进去了 嗯 那你没有拥有他好像没进去也不会怎么样 嗯 对因为就他并不是单一的一个地方嘛 嗯 啊就像我们说网记网路上面那么多网站 你不可能每个都上去嘛 那但是每个人总是会有一些比较习惯上去的 比较习惯互动的 那对他来讲 整个网记网路可能就是这些才是核心 其他都是边陲偶尔看一下 但是每个人觉得什么是核心 每个人觉得什么是边陲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你很难说好像哪些部分是理想的是乌陀邦 那些部分不是 那你也很难说哪些是不可或缺的 应该没有哪个网站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也不会说是好像 呃你刚刚说什么现实社会里面 好像呃这个部分好像若即若离嘛 可以进去也可以不进去 本来每一个空间就是这样 可是总算是现实社会也是这样子啊 就是我们在都市里面或者在乡下的地方 有非常多大家可以互动的空间 那你辈子在同个地方 你都没有踏入过那一个公园 这也是可以想象的这并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 嗯那我这边也没有什么问题了 了解 谢谢 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那个郑伟我先跟您呃就是分享一下 就是是文艺存球的那个新书啊 就是经过了快要一年之后 他终于在7月14号在日本要上市了 恭喜 所以等他呃把书寄过来的时候 我再送到办公室过去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就出版顺利 郑伟 郑伟呃我最后补充一下啊 就是说呃我们这个呃我们这一个那个呃元宇宙的专题 他预计是在12月初刊 对 然后我们到时候可能会安排一个就是说呃 因为我们他他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其实他是一个学习系统 这样子他呃涵开的数位平台还有一个线上的影音课这样子 然后我们我们可能是在12月的时候会找一个时间呃呃想想邀请郑伟来跟郑伟规划一个跟郑伟老师的一个呃算是我们把它名为线上课程 那其实就是来讨论一下就是跟小孩子们他收看的受众就是真的是青少年这样子 然后来讨论一下元宇宙的一些发展因为您刚刚提到有一些很创新的概念 其实我我我还蛮认同您刚刚讲到因为台湾没并没有完全封城这样子哦 那所以其实我们还有很多青少年他们对于元宇宙的概念还有元宇宙的可能性 他其实是不是那么的熟悉的这样嗯嗯嗯那他没有被迫数位转型 对对对他还没有被他还没有被那个对他可能还在比较呃 比较那个比较那个比较传统的对对对对就没有什么不好对对 然后我觉得我们到时候那个形式 我也想说 搞不好我们也可以晚一点 扩充时机或者这样的 但是我们再来规划一下 但是我们可能就会再邀请 郑伟在12月的时候 来跟我们老师来有一场对谈 然后我们邀请小孩一起这样 我未必会有空讲在前面 因为接下来就是预算会期 预算会期本来都是我比较时间多的 但是未来因为某些元素 可能会变成时间最少的 一段时间就是从9月中到12月 预算会期结束 对那所以 当然如果你们有这个时间限制的话 那我们就看怎么样安排吧 有时候是用预录啊等等 我就是可以预录 对对对 就是可能先收集问题再预录 那这个因为我时间也不是我自己排 所以再跟子惟讨论一下 好好没问题 我们我们是先先跟那个 郑伟您说 我们大概还有这样的安排 但是在时间上 他播出的时间是12月 但是他我觉得他其实是可以配合 郑伟您的时间来做预录这样子 对 好我们就看时间可以的话 我们都配合 好啊好啊好啊 谢谢 谢谢郑伟 嗯 谢谢郑伟 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 那拜拜了 拜拜 拜拜